我说可以才可以 我说可以才可以 我要勇敢说出自己的感觉 期望服务对象 能够了解到人际互动的身体界限 教导服务对象 能够清楚了解身体界限 以及适当的身体距离 让服务对象了解 除了陌生人之外 就算我们很熟悉的人 也有可能跟我们身体的接触 会让我们觉得不舒服 也要有我说可以才可以的概念 遇到陌生人和刚认识的人 我可以点头或挥手打招呼 注意身体要保持距离 不可以靠太近 遇到好朋友或是家人 我可以牵手 搭肩 或是拥抱 不管是谁 就算是老师 认识的人 或喜欢的人 只要做出让我觉得不舒服的事 就要直接说不要 不要 不要 如果我不小心碰到别人 要说对不起 啊 对不起 我不开心的时候 我的朋友摸我的头或抱我 我可能觉得舒服 也可能觉得不舒服 如果我不舒服的时候 我要跟朋友说 我要如何说出 请他不要这样 如果别人的行为 让我觉得不舒服 或不喜欢 就算是我喜欢的人 我都要这样做 一 我要认真 清楚地向他说不要 不要这样做 我不想要 不要 不要这样做 不要 不要这样做 二 如果他继续碰我 我要赶快跑走 离开那个人和那个地方 三 我要立刻告诉老师 家长或是警察 请他们帮忙 身体是我自己的 只要我不喜欢 别人就不可以碰我 每一个人都要尊重我的身体 我也要尊重别人的身体 不可以随便碰别人 好 我们刚刚有看到影片 对不对 所以呢 诶 怎么样 老师他们在牵手手 是 他们有牵手 也有大肩 对不对 你看哦 来 你要跟我打招呼 对不对 好 我们每个人 要打招呼前 你看 有没有 我一只手 你看 一只手 这么远 对不对 停下来 说老师 我可以跟你打招呼吗 可以 我打招呼吗 诶 对 来 我们打招呼有哪些方法 嗨 嗨 嗨 对 你可以试试看跟旁边的人 你好 对 还有 我们可不可以 Give me five 诶 你好 对不对 好 那有时候你会看到有牵牵手 有没有 牵牵手 牵牵手可不可以随便牵 嗯 不行 对 我要问说我跟你牵手好吗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我们就可以牵一下手 握一下手 哦 对 我们记不记得 我们都一直在说 我们的身体要不要保护好 要 而且一定要怎样 我说可以 还可以 对不对 好 那你刚刚是想要抱抱老师 对不对 好 好 我们就会问说老师 我可以抱你一下吗 老师 我可以抱你一下 对 你看有没有这个距离就讲了 那老师说 嗯 因为我们是好朋友 可以抱一下 可是我们可以怎么抱 来 拍拍 拍拍 好 你好 然后你就可以回去做好了好吗 好 好 所以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身体 可是我们也有好朋友啊 那好朋友跟我们打招呼的话 我们有好多种方法 对不对 记不记得 我们要有 人跟人的界限 界限是什么 就是不能黏在一起啦 人跟人要分开 那我刚好一个手臂 你手举开 他在这里 你就可以跟他 嗨 而且你看到朋友打一次招呼 就好 不用一直去 一直去哦 人家会觉得不舒服 或者有朋友一直来说 我跟你打招呼 一直来碰你 你也可以说什么 不舒服 不舒服 不可以 所以一定要在我们同意 觉得可以的状况 才可以说好 对不对 所以我说可以才 可以 对 那如果别人碰你 你觉得好不舒服哦 像说刚刚他要抱我 对不对 突然跑来 我觉得不舒服 我马上跟他说 不可以 就让他跟我的距离 要 一个手臂 对不对 来手伸起来看看 你跟你旁边的朋友 有没有刚刚好 一个手臂的距离 这样是刚刚好的 来跟你旁边的朋友说 嗨 嗨 那你要不要跟小魏说 嗨 嗨 小魏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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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要 也是要问说 我可以抱抱你吗 这只有很好的朋友 或自己家里的人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 不希望 虽然是很好的朋友 也是家里的人 甚至是老师 说来我要抱你 你只要觉得不舒服 你就可以说什么 不 可以 好 一定要在别人同意的时候 你才可以抱他 一样 也要你自己说可以 才可以让人家抱 好吗 那我们接着 就要来做我们的练习题了 好 一起来玩玩看 大家都有拿到一个圈圈叉叉牌 有没有 有 有 等一下 你如果说 答对了 老师说对了 对 你就要用圈圈给我看 来 让我看到圈圈 让我看到圈圈就是对 好 你如果说 嗯 不断 不断 老师说的不对 就让老师看到叉叉 好 可以啊 好 那我们现在要来看看喔 挺好喔 如果有人碰到我身体的隐私部位 我说可以 才可以 对不对 对 答对了 我们一定要说 好 可以 我同意了才可以喔 来 想想看喔 我今天做了很棒的事情喔 爸爸妈妈说 你好棒喔 所以摸摸你的头 这样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那如果我们去医院 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说 我要帮你检查部位喔 有先问你喔 然后你说 嗯 先问你了 那可不可以呢 可以 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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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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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要先问你说 可不可以 你才可以喔 好不好 好 那我问你 排队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人靠你好近喔 这个人你又不认识 但是 整个人一直挤在你身上的时候 这样可不可以 不 可以 不 不 可 喔对了 不可以喔 为什么不可以 不 不行 对 不能让人家碰 对不对 那这时候 好 那我来问问看 如果有人一直碰你 然后我们就跟他说 可不可以 请你退后一点 这样可不可以 就可以 可 可以 可以 你们好棒喔 因为那是一个礼貌的打招呼 就很有礼貌的跟他说 请你退后一点点 不要靠在一起 这样我不舒服 对不对 对 对 很好 那我问你喔 假如你今天去比赛 得奖了 这个时候老师说 你好棒喔 给你颁个奖品 还跟你握握手 可不可以 可以 好棒 因为那是一个礼貌的打招呼 对不对 对 好 好 那你有没有陪爷爷去逛 去公园散步过 有喔 那我问你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你都没有看过 你不认识的 不认识 不认识喔 以前没看过的喔 也不知道他是谁喔 好 然后他就说 我开车载你去玩 这样可不可以 不 为什么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因为想去玩 对不对 好 可是好危险 为什么 你想想看喔 我们要不要保护我自己 要 然后我又不认识他 我不知道他会带我们去哪里喔 那要不要去 不要 不要 所以你第一次碰见的朋友 不认识的朋友 或者不知道他是谁的朋友 要载你 走 走 上我的车子 我开车载你去玩 可不可以 不行 来 圈来是叉 叉 叉 对喔 所以要注意喔 如果是在学校里面 老师说 来 我想抱你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因为他没有问你喔 他如果问你说 我想抱抱你 可不可以 不知道 对不对 但是如果 他都没有问你 他都没有问你喔 就直接抱你 这样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可不可以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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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因为 他没有问 没有问我 应该要怎么样 我说 可以 才可以 是他没有问我 这样就不可以 好 那如果你跟朋友在玩 我们有时候不是在玩很多的游戏 或者是开玩笑 这样子打打闹闹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 然后就说 对不起 这样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圈圈叉叉 哪一个 可 可 可以 说对不起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好 但是呢 如果说 这个朋友 你已经跟他说 对不起了 可是他就一直碰你 一直碰你 你很不舒服 这样可不可以 要给我看什么 圈圈还是叉叉 叉叉叉叉 叉叉叉 不可以 所以其实身体是我们自己的 有时候都搞不太清楚说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 对不对 所以最简单的办法 一定要注意一个 尽量跟朋友碰到的时候 或者是看到别的人的时候 我们就要跟他距离 欸 手举起来 跟你的朋友要距离一个手臂 对 然后呢 如果要打招呼 可以 是怎么打 嗨 拍拍肩膀 握握手 像这样是可以的 那如果他都没有说 也没有问你 你也没有说可以 他就来碰你 这都是不可以的 好吗 好 希望在整个教学后 服务对象能够知道 熟识或刚认识的人 都有可能 让我们感受到不舒服或害怕的举动 都应有拒绝并避开危险的概念 感谢观看 们等于 在 好的